嗨,It's really long time to see 很老练的样子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种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小日本的AV啦 以前没的促男可能很多 但是没看过A片的就不多了 观赏和揣摩过一定数量以后 说起来可是头头是道了 男人嘛,总是喜欢炫耀这方面的 尤其是现在这么浮躁的社会 像我这样的大龄男青年 说自己是促男就没人相信 那我只好说我不是咯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 不要怪我老实说谎 问题是我说这个话你们都不信啊 我是促男 屁了,鬼才姓 我真的没钱 屁了,鬼才姓 我真的没考好 屁了,鬼才姓 我搞鸡的 反驳呢 怎么不反驳 什么意思 唉,为了圆自己当初吹过的UB 只好不停的变下去了 如果一个男生说他自己不是促男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他真的不是 如果一个男生说他自己是促男 那么大家就会自动脑补他的语气 觉得他在撒谎 我真的是促男咧 相信我咧 好像是挺假的 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促男的啊 平时说话屌而郎当了一点 不代表我每一句都是在开玩笑啊 我现在就很认真很严肃的 但是平时我要怎么用一个认真又严肃的语气 就跟你说我是促男的很怪好不好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你会对你身边的人说一句什么 我是促男 男女从来都是不公平的 女人的第一次大家都不太敢问 因为涉及到隐私尊严尊重 争吵生活作风为人处事欣慰举止 男人的第一次 嘿 Yo What's up man 你做过吗 真是胃毛啊 我常常无耻男儿 是九尺 唉随便 这么大岁数了还保持童子之身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总觉得像小学没打过假 中学没讨过课 大学没谈过恋爱一样难堪啊 有没有 真是胃毛啊 在兄弟面前抬不起头啊 为什么抬不起头 因为插不进去啊 呵呵 我是说话题插不进去啦 没有共同话题啊 室友和朋友大肆讨论的时候自己只能歪歪啊 还有假装很不在乎 假装加成便饭 其实全部信息都来自于A片 唉 网上那些什么 怎么样才可以装作不是第一次去星巴克呢 简直是小儿科 隔阂的远走高飞 找一个没有人知道我吹过牛逼的地方 和一个女仔 啊不是 和一个女仔 来一次完美的邂逅 说了这么多 你还是不信我我也没办法 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我可以证明这世界上真的是有大灵处难的 而且很有名哦 他就是光良 我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向前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我那个去牵个小丑 看把你给怂的 哼 咳 恳请各位出男 记住我们的口号 我说爱你不害羞 我牵小丑不会抖 我在床上也干活 我只是出男 没有 我 See y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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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